陆山河请邻居帮忙盖房 何大勇却从中使坏 到了八点都没人来帮忙 陆灵山赶紧就要去问一问大队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 和陆灵山关系比较好的何中华 带着家伙走了过来 陆山河和李二牛也来了 两个人把陆美琴送到了县城继续卖黄膳 也要赶回来帮忙 怎么这都八点过了 大队过来帮忙的 只有何中华一个人 中华 德青和周全他们怎么还没有来 昨天我给他们说了时间的 何中华有一些尴尬 脸上有一些怪异 陆山河一下就看出了何中华 眼神之中在隐藏着什么 陆山河从兜里面掏出大前门 抽出一只地给何中华 何叔今天是开工大吉的好日子 你有啥情况知道的 都给我们说说 你是长辈又是邻居 咱们家建房还得靠邻居们帮衬 我们家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你多多批评指正 见陆山河居然奉上和纸烟 还是大前门 何中华赶紧接过香烟 也打开了花匣子 林山咱们也是老朋友了 有什么话我就实话实说 咱们大队都说 你陆林山为了修这个房子 欠了一屁股债 你儿子的婚姻大事也没解决 说咱们来这里干活是白帮忙 你只准备了红薯和野菜 我说林山呀 这建房子是体力活 咱们帮忙归帮忙 你这边干活的饭菜都不准备 谁愿意来呀 我是看咱们家关系好 这才来帮忙 要是我在你这里干了活 回家还饿得吃家里的饭菜 我那口子可不打死我 何叔 你看看那是啥 何中华一下就看到了 不远处的一锅稀饭 和一个蒸笼的大白馒头 陆山和比陆林山会做事 直接成了一碗稀饭和一个馒头 一个茶叶蛋 中华叔 你没有吃早饭吧 赶紧吃 吃了咱们在干活 磨刀不误砍柴工吗 嘿嘿 那我就不客气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人这样说的 这不是存心和我们过不去吗 我去给他们说 我陆林山做事光明正大 从来不见别人的人情 街坊邻居在我这里干活 管吃管喝 饭都吃不饱 怎么干的好活 我陆林山不是那种人 陆林山刚刚要走 却被陆山和叫住 爸 别去 现在去干什么 求大家过来帮忙 告诉他们 咱们家建房是要管饭的 不这样做 那该怎样做 现在你去找他们 说了情况 他们又有几个人相信 就算是有一些人拉不下面子 过来帮忙 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陆山和说的的确是这个道理 这一下陆林山有一些为难了 那该怎么办 咱们哪一家都不去 哪个人都不求 来多少人 咱们就请多少人干活 别的事情就不管了 放心吧 爸 这是你不用担心 咱们预计的工期是三至四个月 三至四个月 咱们这房子绝对能够建完 说完 陆山和把李二牛留在这里 就去了县城 他要去买猪肉 鱼肉 金米 面粉 还有大量的调味料 陆山和要在这里干活的 亲朋好友街坊邻居 顿顿吃肉 躲在旁边 一直观察着的何大勇和何大志 看着只有陆林山和和中华两个人干活 无比讽刺地说道 两个人干活 建房建到明年地基都挖不完 接近中午的时候 陆山和和陆美琴大包小包的采购回来了 何惠看着陆山和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忍不住又责备了两句 哎呀 妈 你就听山和的吧 山和肯定有办法 妈咱们就做红烧肉 就用土豆红烧 肉可要舍得放 我今天在公社可买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还买了好几斤排骨 大料要舍得放 我可是买了上好的酱油 说完和惠和陆美琴便去做红烧肉 不一会味道就出来了 和中华一边干活 一边闻着猪肉和猪油的香味 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东西 到处宣传说 林山兄这边干活不管饭 这又是红烧肉 又是猪油的 伙食条件这么好 我可享福了 不一会味道越飘越远 李海燕说道 大勇 今天晚上爹娘他们做红烧肉吗 想啥呢 这不过节的吃啥红烧肉 难不成这红烧肉 是陆山和他们家做的 不会吧 这建房要花那么多的钱 陆林山还得留钱给陆山和娶媳妇呢 请一些人来帮忙 中午馆一顿大白米饭都很不错 怎么可能还有红烧肉 走咱们去看看 来到树林 李海燕惊呆了 我的天 这么大一锅红烧肉 陆林山发了哪门自财 何大勇后悔啊 后悔没去帮忙 何大勇后着脸皮说道 海燕 山和再怎么说 也是我外甥 这建房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也去帮帮忙 你糊涂了是不 眼里就只有红烧肉 当初我是怎么跪在地上的你忘了 就挥霍吧 等把陆山和结婚的钱都折腾光 看你们家还有肉吃不